畫面中可以看到宜蘭縣長林茲廟親信 縣長是專員許智信被移送宜蘭地檢署偵辦 面對提問全程不發異語 低著頭往前走 許智信對外打著林茲廟 卡到官司需要錢 要投標縣府標案等名義 自出向宜蘭政商名流借款 粗估金額於兩億元 被害人數約五六十人 上個月二十八號失聯後 被害人向警方報案 警方在七號於台北火車站 將他逮捕後以貪污罪移送 而其中一名成信被害人 前後被借了一百五十萬 來替斷他的訪問 去年的中秋節的前一個禮拜 第一次開始 哦 那陸陸續續這樣借了多少 我的部分是一百五 原本是很好的朋友 我是信任你這個年輕人 我覺得你是很老實 很高興的這個孩子 許智信落往後 自稱是選舉期間欠下巨款 長期以債養債 而他對外借來的錢 說是全數投入錢樁補動 但因為金額龐大 無能力支付 再加上許多錢樁逼得很緊 才會整個人慌了 出此下撤潛逃躲債 很多次都已經看到了